排骨已经腌好了 我们就把它放到一个有点深度 但是一定是要平的这个盘子里面 给它均匀的铺开 不要重叠在一起 这样呢 以保证它这个排骨的成熟度会一致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呢 就是我蒸的时候会选择封一层保鲜膜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水蒸气不会进去 蒸出来的排骨呢 会非常的入味 而且鲜嫩 当然我们选用的保鲜膜呢 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挑选的 这个超市里市场上卖的那种比较大的品牌 正规的品牌 而且最好能看一下 它是否可以用来加热耐热 因为有些劣质的保鲜膜呢 它如果说加热的话 会对身体有不良的影响 蒸的时候呢 保鲜膜已经封牢了 我们给它锁一点小孔 让它也能够透透气 此之正排骨呢 也是需要开水锅里面进入的 我已经放了足量的水锅烧开了 这个时候呢 把我们这个起汁排骨放进去 保持一个中大火 蒸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排骨已经蒸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把这个保鲜膜给它拿掉 因为刚才蒸的时候呢 放了很多僵尸 葱段 会影响口感 所以我们把它剪出来 打上这个葱花 就可以吃了 好了 今天我们这道好吃的起汁排骨 就完全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